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想表达 但更多余的是我想要去体验这个世界 我每次拍外国明星的时候都会把中国元素想办法融进去 然后为中国美做宣传 我在胡同的时候 我老了 待我长大 我伸到那个小花背面的这个被子里 冰凉的小卷伸起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个 她提前给我灌好的一个肉食袋 我就觉得特别安全 特别幸福 我觉得自己是被惦记到的 被爱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来了 你来了 对呀 我本来就没三点就过来 近去看毛展去 这是我好朋友 你好 然后这是她太太 这是李静 我好朋友 对 我们带你们三个人 来VIP tour一下 就要看工地才有意思 你是明天下午就开展了 来得及吗 来得及来得及 挂上就行 我都有点担心 这成龙这照片 怎么还是不对呀 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过来 然后每天白天拍摄 然后晚上就过来盯工地 这是王一博的 那个拍摄的滑板 这次这回会有 很多那种幕后的故事 咱们那个地下的刺 还是不对呀 刺也不能撕了 你看是欠了地理的 那昨天晚上就给她抠了 现在抠不出来了 怎么办呀 这是维多利亚被看 维多利亚 能看几张 看几张 这在哪拍的 在纽约拍的 我每次拍外国明星的时候 都会把那个中国元素 想办法融进去 然后为中国美做宣传 所以她头上有一个龙 这是我很早之前拍的那张照片 这个是 这是八十三中年看的时候拍的 这是张子怡 张子怡 《红韵当头》这张 像这个台兵部阵都是你 对 这是给那个花木兰 花木兰拍的这个 刘宜菲对 这个是当时在新西兰拍的 我到那以后我才知道我会拍谁 因为前面一直保密的 然后就是有李连杰 巩蜜 甄子丹 又一堆 这个背景是一个 这是我们家的花贝单 就是这种丝绸面的 它怎么会出现在新西兰呢 我带过去的 你看那个键上写 钟永珍 我还专门当时为了这次拍摄 还写了这个 钟永珍的这个背景 毛笔字当时让剧组扣下来了 说他们活动要用 就是忠诚 勇敢和真实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这三个字真对我来说 特别有北京女孩的这种氛围 整个展览都是以水为主题贯穿 为什么是水呢 因为以前我都是拍人嘛 然后我就在思考 就是说我拍的整个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最在意的 就是它其实最吸引我的 是它背后的记忆 它的故事 它的经历 造成了它现在外观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 这些记忆其实是 是我想去记录的 想去抓紧的 走 这好窄 单人的胡同 让我想起出那个展览的第二幕 就是这样的一个胡同设置 观众被拥挤 被拥抱 穿过一个只能一个人走的 然后豁然开朗 看见一片麦田 你小的时候 你小的时候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差不多 我们那会儿已经改革开放了 然后胡同里就 像这种个体户 做小买卖的 做涮羊肉的 包饺子的 卖大理伙少的 然后开宾馆的 我小时候的那个住的那个地方 这边叫大人烂 大人烂 普通话就是大栅栏 蛮承的 对 那时候有很多同学住在 像这样的大大院里 你门口看起来就是一个简单的门 然后进去之后呢 有很多家家户户的装在里面 你找一个同学 感觉就跟探险似的 感觉跟玩游戏似的 进去之后呢 就是盘龙交错 有楼上有楼下 有胡同里面的 胡同里面 然后还有交错另外的胡同 就是一个大大院里 就感觉是一个 另外一个世界 这对你后来创作那个作品的感觉 风格有没有 你小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印记呢 太有印记了 我作品当中有很多红色嘛 你看就这个 咱们随便走过呀 这是北京胡同的一个代表色 就是灰色 然后远处你会看到的这种配色 基本上就在我审美的这种血液里 然后从小到大 我就非常喜欢运用红色 而且红色在这种感光里 它是很敏感的一个颜色 你哪怕一点点红 它都是很鲜艳 现在就是统一的 还是回归北京的这种高级灰 我特别爱种菜 爱做饭 爱玩土 然后呢 从胡同里长大嘛 然后小时候就是 就是早上起来上厕所 大家都上公共厕所 递着个谈云 你知道吗 然后所有人在门口排队 上厕所都要排队 然后每周洗澡 也是要那个大澡堂子 公共澡堂子 然后你就跟这些 就是特别接地气的东西 最隐私的东西 这些呢 其实就让我就是 我是一个爱观察 不爱说话的人 然后呢 跟这种 之后长大之后 这种职业 就是拍这些品牌 拍这些 拍这些时尚的模特啊 什么的 然后就是有一种 对冲的东西 对冲 对 就比如说 我特别喜欢这个 一个比喻 就是说这个 刨听 刨听解牛 就是说一个人 在重复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哪怕他是一个屠夫 他都是有一种美感的 就比如说我小时候 住胡同里 然后我就看一个老人 在我面前走 然后他呢 走路的这个样子 你每天早上 觉得特别规律 每天早上 也看他走路的样子 然后你就对这种观察 在你记忆里打磨里 你就有一种痕迹 你看这种痕迹呢 就形成你 未来的这种 视觉的这种表达 咱们旁边站一下 你看这小胡同 还开着摩托车 您请 助名摄影师 你看这个光 打在我脸上 这感觉对吗 你再往光里站 光里站 冲那边 冲那边 对 是这样吗 就这样 挺好的 小红帽 然后呢 好看 刚才那样好看 这样特别好看 拍照不叫手往哪搁怎么办 你就那个插口的脸 对 刚才的哈气挺好的 哈一个 对 真挺好看的 脸再侧一点 对对对这 这特别美 脸再抬一抬 抬头抬头 拍出胡同的失忆来 拍出初恋的感觉来 就是没有白板 你这初恋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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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这初恋就要吓死 哇 真的好 这很有重蓝正式的感觉 真的挺好的 节目没快录 还说得两个 这部篇 特别美 你看 真的 是 太好了 哈哈气 我特别喜欢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我们这聊天呢 这鞋子是什么 你看 这简单的一个鞋 就给你看着了 嗯 就让你重复的 被一个东西 你老看老看 这个东西就会累积 它就会有一个 升华的一个点 然后这个升华出来 它就有一种美感 就不是说我 像我们这个行业 是做 关于美的职业的 而是说我觉得生活处处 都是美 所以你在拍一个这样的时候 你会 也会去把那个人 往你的印象当中去表现 你看这大游子就特帅 大游子能给你拍一张吗 您就眼底 拍一张 不是第一次拍大街上这个 拍大爷了 就我觉得他拿的这个工具 然后就是身上那种破旧的衣服 这痕迹 特别酷 就感觉特别酷 您多大岁数啊 60 60 跟他挺显年轻的 你看我 刚才拍眉毛那样特别好 抬一下 抬 好可爱 好棒 好 看看看一下 特别酷 怎么样 帅不 帅 走 走 赶紧忙着干活去了 嗯 哎你很喜欢这样的就是 看到一些路人 看到一些生活中的这样的人 去拍他们吗 我的朋友圈里吧 就有很多 随机在大街上抓的普通人 到啊 到 因为他们俩是对立的 他是中立的 所以就是给他俩 他俩一红一蓝 对一红一蓝 我还拍过导演 导演说了第二次 那次是哪个烈日拙心啊 烈日拙心啊 烈日拙心还是 嗯 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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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李敏的猜想就是周迅 对啊 哎就就就 现在这样挺好的 别动了 导演等会就等会 等会导演就等会上去修 修灯 哈哈哈哈 嗯 我记得好呀 那配合特别好 我刚想说推灯 我还没说呢 我看对 我以为你让他推灯 我说还在自己 给自己推灯呢 他说你是他拍他的第一个艺人 对啊 对 他出来拍的第一个就是我 你跟一张文座呢 你放 哎这点好看 好吗 嗯 嗯 好 我每次拍都是好多好多好多 这都是你提前想好的创意是吧 不是 就是随机 别嘚瑟 然后他可以随机 随机 我认识他 我那会刚拍他的时候 我第一次拍的 我本来也是特别喜欢的 然后那个第一次拍 我说是第一次让我拍这么 我又这么喜欢的演员 就他只为那种就特别有灵气的那种演员 你就看他的眼睛 就是我说自来灯 没有灯的情况下感觉他打了好多的灯 自己自己 你说这个你看记忆是被调动的 就是他我们以前就是早期的时候拍 他就拍拍 你别哭啊 我没哭啊 自己给自己打光了 自己给自己打光了 很多的这种就是 小的时候我是不网上看的 不觉得美 我觉得这个视觉上特别发达点的吧 他嘴上就不行了 然后看呢 我就觉得就都知道了 就别聊了 然后就属于那种 但是后来现在发现不说话不行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通过语言 然后呢 把人家的思路 或者把你的思路告诉别人 别人才会理解你 你那天说你爸其实对你影响挺大的 然后说那个家门口小卖布 原来你爸还给他们画过东西 用神奇的笔刷 然后画那个胡同里的那些美术字 帮那些胡同里的小卖布写美术字 这个冰棍多少钱 然后那个这香烟多少钱 就是这些呗 现在就是电脑 随便这么一刻刻字 你看连峰胡同一刻刻字 刻那么整齐就刻出来 那时候没有电脑 就是靠手写 对 因为我爸的名字里就有个龙字嘛 所以从小 我就喜欢这种比较抽象的 比较神秘的这种 有力量的这种存在 然后从小我就不知道 就感觉跟龙特别有连接 然后结果有一次那个儿童绘画比赛 在那个少年宫画的一个龙吧 就是一个七彩的五龙的 这样的一个儿童绘画 还得了得了奖 因为得奖小朋友嘛 得奖就受到鼓舞了 所以这个龙的这个题材 就更变成了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主题 所以才从绘画到摄影 现在又从摄影又回到绘画 我一直在不偏离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我主要的创作的一个线 也是因为我住在胡同里 在故宫旁边 然后故宫那些消防的 之前是消防用的这个大羹 每周末就变成金鱼展了 我们小朋友就被家长带着 然后呢去看那些金鱼 其中有个金鱼特别有名 就是白色的金鱼 脑子上就跟你现在是戴一个红帽子 叫红韵当头 就是代表了这种就是好运啊 蓬勃向上啊这种的 就是可以在我后面的创作当中 自然而然的带出来这些年少的时候 这种回忆 这种回忆全部都出来了 对 我看你的人生简历是你 嗯 考了这个中系 嗯 退了 又考美愿 嗯 就是你在那个大概十七八的时候 你是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还是 也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 就是 其实稀里糊涂的 北方女孩 我觉得这块呢 就特别吃亏 就看着北方女孩 就贼横贼有主意 其实都是大晕蛋 我老说我自己是傻黑田 傻黑田第一次听说 对 没有什么逻辑思维 就是想哪是哪 当时就是 画画是本身就是激情 所在吗 就是喜欢 纯喜欢 那时候我上文化课的时候 还往那文化课本上画画呢 比如说这语言书有100多页 我就画100多个眼睛 然后每页都画 在固定位置画 然后一拨 对对对 然后你为什么要退学呢 那时候敢从中系退学 那你当时怎么想的呀 我觉得这个专业不是特别适合我 而且在装系学院这样的环境下 我当时跟汤维是一届的 就是演戏演员全学校里演戏演员 编导啊什么的这些的 是为中心的 在中系还是以演员为中心 其他的行业不像你在美院 其实大家是很平均的 对 但是但是我跟你讲 那时候有勇气退了 然后你很确保你能找到一个 比这个更好的结果吗 我专业还是挺有自信的 我觉得庆愧我那天退学 然后退学零后 我就上了北京四中 五花课 因为当时那个四中的云老师 我上第一堂课我就哭了 就像我们干每一个专业一样 并不是在这个专业本身 不是斯肯的课本 而是说他去讲了很多课外的故事 你以前在学习的经历当中 那个好的老师也给了你一些改变 对我太大改变了 我从此以后 我对文字就是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 之前我对文字是 我只对图像那个敏感和关心 和有感受 对文字没有那么大的感受 然后当老师去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虽然跟我的高考 临着摩枪的这种高考的这种 这种复习关系 不是特别大的这些故事 但是也让我就是一生受益 这地儿就是那个楼库寺 但你有没有觉得咱们那边是特别老北京的 一到这边啪就特现代了 楼库寺就是我上高中的地方 就是我高中就在这 就这个楼后面那就是 美元附中吗 美元附中的楼 对 你要是在美元附中的时候 好玩 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这块都变宽了 你觉得这二十年来 人们的审美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吗 你感觉 穿的衣服更好看了 嗯 然后越来越会化妆了 我特别喜欢一个校长说的一句话 就是他说那个教育 最好的教育是什么 他教育不是说你啃多少课本 然后考了多高的分 而是说让这个孩子 认识到世界的全貌 就是这个美就是多种多样的 多世多样的存在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简直太幸运了 那时候 绵复中挨着龙夫寺 挨着三连书店 挨着美术馆 还有一个小公园 就是我们的课外活动实在是太多了 那时候上大三的时候 上海的画家陈亦飞 他的这个大视觉大美术的这个时代嘛 其中他做了一本杂志叫视觉杂志 青年视觉杂志 然后那时候上大三就说 试试 从来没用过国内圣诗 试试拍一张封面 然后当时我就找了当时的模特春晓 那时候我逃课了 龙夫寺吃小吃的 有一次我碰着春晓 我说这模特 然后当时我就看着他 我觉得就长得就挺有灵气的 然后说那拍他吧 然后找了当时的那荒售师老黑 老黑嘴也厉害 对 他可以担当制片 对 然后当时就是拍这个春晓的封面 特别紧张 视觉杂志 对 特别紧张 那个模特也紧张 然后我也紧张 大家都挺紧张的 然后拍 我当时还没张机 管我没香港同学 有哈苏 管他借了一张机 全都是胶片 120胶片 那时候你拍的时候 你拍完之后 你都不知道拍什么样 你只能是 洗出来才知道 只能是凭经验 对 洗出来才知道 当时不好折腾一天 完了以后 我拿着那胶卷 就去这个三连书店 旁边有洗胶卷的 最前面 那时候我们上学 都在这洗胶卷 因为这是最 应该说是最靠谱的 洗胶卷的地方吧 结果 好 体会 什么都没有 我的天哪 人生第一次运气 就被你彻底的给砸了 对 人生都没有 我说哇塞 这可坏菜了 怎么办 然后我就先打电话给老黑 那时候还是那个 啊 还没有大哥大呢 伏鸡 对 伏鸡 打电话 然后 我说又怎么办 坏了 没洗白 我就记着老黑的电话那边 啊 说那怎么办 然后我说 我说要不你跟厨阳说 再拍一回吧 然后 哎呀那好吧 那我去 我去说说看 然后就跟厨阳说了 你给厨阳说了 你给厨阳说了 真的 真的呀 都没洗出来 那怎么办 那又要再拍一遍吗 又把春晓叫来了 对又叫来了 真行 然后大家又拍一遍 这个第二次 场上拍得特别好 比第一次确实拍得好 因为大家那时候都不紧张了 因为这个巨大的失误 还是大乌龙 这是你人生中很重要一个转折 对 然后应该是从那以后开始 越来越多的机会找你了 对 那封面一出 然后当时就接到了 当时另外一个化妆师的电话 叫李冬田 冬田 然后拍摄 这个比较 当时我已经拍了第二张封面 那个时候就是我最炫技的时候 就是把我之前的勤学打工的这个平面设计 所有的软件全都使在一张照片上了 那时候洗出来照片就扫描 各种各样的修后期 特别炫做的 好像你比较有争议的时候也是那一段是吧 那时候就开始有争议了 那时候别人就觉得你这是照片吗 然后花了胡哨的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弄的 然后这人也不知道哪来的 我不叫陈曼吗 拼音就是曼 就是男人的意思 也不知道我是男的女的 然后就没法下定义 然后就是还吸引了一大堆争议吧 然后 你下乎吗当时 当时我也不知道 当时也没互联网 就你现在有没有回想起来 如果当时没有视觉杂志找你 你是不是还会出来 你是不是还会成为一个商业摄影师 还是还是纯粹变成一个 可能做其他行业的人 不是吧 我可能也觉得就画画了吧 对 画画也不需要跟别人交流 但是我感觉我需要跟别人交流 所以那时候我上美院的时候 再让我选专业 我就大三时候选专业 我就选了第一届摄影专业 那时候是我们学校中央美院 刚有设计学院的第一届摄影专业 所以我要是不参加那三次高考 我还错过了这个专业 人生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安排 太冷了 妈 我找个地儿咱们喝点茶 好 找一特棒的中医馆 还可以喝咖啡喝茶的 就是这儿 全是中庙的 它又有中医 然后又有那个喝的东西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特点呢 我姓陈 我来个姓陈的吧 那我来 我来三十三个枸杞 那枸杞拿铁 尝尝 他们那个二楼 就还有那个什么 我看网上好多人都在 他们有一个大背景的中药位 就是拍照 嗯 这个是那个 叫什么来着 我用完了 枸杞咖啡 这个是陈皮咖啡 这个 真有枸杞色 红色 杨大夫 杨大夫 您好 您好 我们这儿就是把脉问诊 我人一股把脉我就紧张 您平时会 运行不太好 所以呢 就会容易 能够改善 哈哈 您的整体的 比我好 但是呢 偏弱一些 走量不够 我建议我们俩各自用什么呀 您可以就是煮完山药 时间要煮两个小时以上 我们真的要体验针灸啊 扎针的话 管长个儿吗 长个儿比较 比较难 说实话 您就 我 你不怕疼 你不害怕 陈伴一看就是老中医了 就是老被中医 嗯 烤吧 是这样的吗 对 是的 你们活熟 你们活熟 出上汗了 你小的时候家里有这种氛围吗 我妈经常拿我做实验 那你妈为什么拿你做实验呢 我妈特别正能量 我妈特别正能量 每次我一病的时候 我妈就先说四个字 我妈说 没事 邪不压症 邪不压症 先把这药吃了 钢基油药 这药不管用 再来这药 所以刚才咱俩一进来 闻到这个中医的味儿的时候 就倍感亲切 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听 就是胡同里的邻居的去讲 或者说我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姨啊 舅舅啊 去在胡同里去讲 谁家谁家的孩子 被哪个中医的神医给治好了的 现在有时候看的那个视频里刷到那种 就是中医突然在公交车上 然后看到一个人晕倒了 然后掏出一根针来 就像咱们现在是这种小针 然后去吃兵救人的那种故事 我就特别的感动 有一次那个达沃斯演讲 我还特紧张 还让我拿英文讲 当时我就讲这个 就是用植物的偏性 治疗人的偏性的这样的一个民族 就是我特别骄傲的这一点 就现在你看中医文化流行于全世界 它是治疗的是系统 它不是治疗你 比如说你这个人就像一棵树一样 树上有一个苹果坏了 你就把这个苹果 把这个树枝切掉 中医是看了整个的环境 他看这棵树的土壤 这个树的季节 然后这个树的周围的环境 鸟啊 虫啊 甚至还看到这个 照顾这个树的人 它是从一个时间和空间 还有整个的系统的去调节 我看你的作品这几年 像林青霞 郭晶晶 我还去下面看了评论 大家也觉得挺好 然后成龙出来了 你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去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装置 但是我看下面的评论 很多人说 其实你就是在辟图 就是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挺想出来解释啊 或者习惯的觉得 甚至说的艺术家的作品 就是应该被不同的声音评论 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 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观众说的每句话都对 就是有营销号去故意写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写的 真挺认真的 就是我觉得看他们写的 我还真的往心里去 你真看 真的认真看 有些写的特别长的那种 我觉得他们说的特别对 因为一件事情 有很多很多的视角 稍等一下 您能够拔了我们再往下说吗 你还想着这事都忘了 天哪 这 我这个做采访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扎着针跟别人聊过天 好 您说 谢谢您啊 还真扎出了不一样的境界 因为我们这儿好多小伙伴 这个拍摄完 还要去打工啊 伺候甲方 有的时候觉得 这个甲方太难伺候了 他们提的要求 就是让你把那个 你自己特别觉得 你认为特别正确的那种 好的表达给破坏了 他们就觉得 你特别能搞得定甲方 比如说我拍一个杂志 拍一个艺人 然后呢 他可能有一身的代言 全身上下 比如说牙膏 化妆品 护肤品 然后洗发水 然后衣服 内衣 外衣 上衣 下衣 运动的时候衣服 然后他都是分别去签的 所以比如说 赞助他的这个品牌的 就是需要有他们的体现 然后呢 那主编呢 根据这次的采访内容 就要有他们抓的内容 然后呢 这就是两方的要求 对 经纪人也有他的视角 三方要求 对 然后呢 这个明星的粉丝 有他们想要看到的 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偶像的这个样子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我自己的 艺术的 然后想让他表达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视角 六波人 对 然后我自己的视角 肯定是放到最后的 因为这些都是 就是他们全部都是我的甲方 但是你是艺术家 你怎么能把你的放在最后 我觉得一切都是动态的吧 就是商业摄影的时候 肯定是以这个甲方为主 就是他们的需求 其实包括艺人都是 以甲方为主的 除非这是一个自我的自由的创作 就是你可以看出我们的这个 平时的行业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有媒体的话 养活这么多上百号人 他就是迪欧甲方 然后就是迪欧品牌 那建议明星 然后这个赞助他的品牌 就要有他们的诉求 有没有那种 你就真的很难接受 跟他们直接翻脸的这种 我还是喜欢去用我所有的 技能或者说是工具 或者说去观察 去了解一个人 他的所有综合所有的人的需求 然后表达一个准确的那一章 所以大家会看到我拍摄很多的风格 比如说我最近拍的郭晶晶 我拍摄的这个年纪的林青霞 比如说我拍王菲 他之前被拍过千百次了 那我才他的这个年纪段 在他现在这个变化下 我应该拍出怎么样 最像他的他 然后就不是一个专门的去固定的一个风格 他一切都是动态的 在动态当中找到这个恰好的 恰当的准确的那个他 然后把它表达的最充分 然后让所有的人满意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个 一个跟大家一样的诉求 所以把自己作为一张白纸 然后去承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的世界对于我来说 我也想表达 但更多余的是 我想要去体验这个世界 那些刚刚就是做你们这一行 走向社会的人 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觉得他们其实就业挺难的 我觉得寻找自己的目标 还是寻找真正的那个 自己的这个梦想的时候 都是在前进当中寻找的 而不是说在锁定当中寻找的 比如说你今天遇到的人 遇到的事情 遇到的机会 或者说是没有机会 哪怕你只是待着 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然后你要去追寻自己的这种 内心的这种自我的这个驱动 和外来的因 你可能一辈子都是在 在寻找的过程当中 现在所有的都是被 越来越均分化 越来越细分化 就是每个人在一个瞬间 都可以成就一个小小的自我 就机会永远都有 对 机会永远都有 然后呢 就是不要去 因为一个虚无的一个未来 然后去慌张 去犹豫 甚至去害怕 然后就是当下就是最好的 就是你把握你现在有的 现在你拥有的 所以我又有摄影又有绘画 但是就是你是比较任性的 就是你想做的 对 因为我们的观众 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 给我们留言 希望这个我们采访的嘉宾 可以解答他们 大家自拍使用美颜 我也是拍使用美颜 好 我觉得美颜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好 你有过容貌焦虑吗 很多人觉得摄影师 镜头下追求的美 加深了大众的容貌焦虑 很多不自信的女孩 也会因此害怕镜头 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我觉得吧 就是我认识有两类人 一类是她确实长得好看 还有一种人呢 是长得不好看 但是她很有自信 由于她某一项的能力 她很有自信 我这次不是展览 有一张照片 是拍的刘亦菲 花木兰 她拿了一把剑吗 那个照片的背景 后面是一个 我小时候睡觉的 小花被子的背面 为什么用这个小花被子的背面 当背景呢 我是觉得一个女孩 就是花木兰的这个故事 就是她替父从军嘛 一个女孩去敢勇于做这个决定 面对千军万马 她背后的这个自信 是来自于哪儿 其实美就是关乎于自信 不管你这人是不是 五官比例 或者说你黑还是白 皮肤的颜色 然后或者说你什么发型 你今天滑不滑妆 你今天有没有穿恰当的衣服 其实她就是一个自信的 从内到外的表达 然后这种自信是从哪来的 自信强大到面对一个女孩 在那个年纪离开家里 偷偷地离开家里 去面对千军万马 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自信 就是她小时候 我觉得得到了一个 没有任何条件的爱 然后这种爱是很扎实的 这种爱 然后当时呢 我就想我在胡同的时候 我姥姥带我长大 我姥姥那时候开 我们这个大蜡旁边的 第一个胡同的 狼花二条的第一个 想买布卖这个大碗茶 然后把我拉扯大 然后呢 我小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 下学回来 北京冬天那么冷 她就在这个被子里 我伸到那个小花 背面的这个被子里 脚 我那小脚儿 冰凉的小脚儿伸起的时候 就会碰到一个 她提前给我灌好的 一个热水袋 然后这个热水袋 还是一个 现在都没有那种陶瓷热水袋 我就觉得就是 特别安全 特别幸福 觉得自己是被惦记到的 被爱到的 然后心里有一个特别扎实的 这种感觉 然后呢 我姥姥呢 就在旁边搓麻将 在我被窝旁边搓麻将 然后吊着根烟 然后每当想到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一种 特别扎实的爱 就你小时候很扎实的被爱过的话 你就会自信 对 就会自信 别人老问我怎么样 如何拍摄一张好照片 我就是说你要去抓这个 你看得到之外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光 比如说情绪 比如说关系 那你看到我什么呢 我看到你 我看到的你就是 好好说 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自洽的人 嗯 你这个人如果自洽了吧 他外在的就让别人就是特别的舒适 我真的特别喜欢 我觉得女人这个年纪吧 由于这个生理的这个特殊性呢 所以女人就不得不 就是变成了一个特别的 又包容 又有理解心 又有同理心 我到了50岁的时候 我就感觉 其实你的身体 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在告诉你 嗯 从外表有的人会说 你现在状态真好 嗯 是你可能通过运动啊 的确比之前可能瘦一点什么 嗯 但是你内心会知道你的身体 其实都在开始走下坡路 嗯 精力 体力 但你必须学会自洽 就是接受自己的衰老 但同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 我以前没有思考过时间 嗯 没有思考过日子 我觉得我有过不完的日子 现在你会有日子的概念 嗯 因为你知道你到了50岁的时候 你知道很长的一段时间 已经把它过完了 那时候你才会知道日子 我要怎么去过 你不自洽也得学会自洽 嗯 就比如今天你说的很多很多的话 我都在听 嗯 我会觉得 嗯 再过十年 嗯 你可能又不一样 你问过我 然后你也问过周迅 嗯 那我今天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你 嗯 这个世界不复存在了 你最想保留的那个瞬间是什么 嗯 我最想保留的瞬间就是跟大多数人一样 就是 还是一个特别扎实的 特别的 特别窃夫又窃心的这样的一个爱的时刻 我前几天去拍那个尤老师 就是演技工的 尤本昌老师 对 就在前几天在北京拍的演繁华里的爷叔 我觉得说他是爷叔 都不够形容他 嗯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不光是介于爷跟书长之间的一个存在 他还是介于人跟仙这样的一个存在 在这么大的年纪 然后在舞台上演过这么多经典的决策 你也把这个问题问给这个尤本昌老师了 对对对对 他怎么说 我去拍了他的一段表演 我让他去演就是他最爱最爱最爱的那个人 的一个记忆 然后他就对着镜头直接演了 我一共拍了四条 没有去干扰他 然后让他自由的去去做 反正在场所有的人都哭了 真的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拍摄就是在场所有人都哭的这种场面 可能是我躲在相机后门我在那哭 但是我没见过就是所有见上所有的人 那包括连扛机器的旁边的那个物工的 就只是拿东西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厂物什么的都在那都哭 那种大汉标性大汉都在那哭 你知道吗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